时代呼唤低需养人才 今年是坚持彩虹人生23周年 坚持绿色浙江22周年 回看彩虹人生和绿色浙江成长史 突然想到近期与海拔近4000米的四川礼塘县 举办科技对接活动后 我们绿色浙江的几位伙伴聊到的低需养人才 低需养人才是只占用资源少 产出一样不少 给点机会就能上 不到费点也能沸腾 不等靠要 能够主动创造条件改善 甚至改造环境的创造型人才 绿色浙江发端于环保梦想 源自于草根力量 以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星号等青年环保志愿者 为代表的低需养人才 在无启动资金 无专职人员 无场地保障的条件下 从浙江大校园开始社会创业 自己筹措善款千万余元 协助政府查处污染事件700多起 主动开发潜塘江水地图 助推浙江污水共治重大决策 打造生态社区示范样板 22年的坚守 使绿色浙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成为中国首家 获得社会组织评估5A级 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 民间环保社团之一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每一个行业有每一个行业的英雄 在科研领域 新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背后 是一批以工薰科学家为代表的 低需养人才艰苦卓绝的奋斗 没有高水平的实验室 只有荒滩上一排排土房 没有计算机 只有手摇计算器和算盘 没有家人的陪伴 只有隐性埋名的孤独 昼夜公关的科学技术人员 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长期营养不良 导致腿脚严重浮肿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1964年10月16日 罗布泊上空 腾起巨大的蘑菇云 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核核讹诈 显著提升了我国的战略威慑力 在创业领域 这商被誉为中国第一商帮 是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一批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低需养人才 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走遍千山万水 想尽千方百计 讲尽千言万语 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 他们白手起家 以艰苦卓绝的变革能力和坚韧品质 适应甚至改变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披荆斩棘 勇力朝头 影响着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 投身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经济财富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 不论是什么行业 不论是什么岗位 低需养人才都是最靓丽的风景 他们是石缝中的松柏 是戈壁滩上的白羊 用生机与坚韧彰显出生命的傲骨 用顽强与拼搏书写下时代的华章 他们便不可能为可能 便可能为现实 使我国从百废待兴到富强崛起 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 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灵 进入新时代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越是在这爬坡过坎 渐入高处之时 越是不能松进 不能丢掉低需养人才的精气神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台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对于每一位青年人而言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没有哪项事业事等条件成熟才起步的 没有哪种成长是在抱怨中得到的 没有哪个机会是脱离挑战而存在的 我们应该成为一名低需养人才 少占用多铲出 少躺平多折腾 少抱怨多作为 以感恩心态和坚韧意志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以持之以恒的行动 充满自信 绽放自己的个性 主动创造条件迎接变革 使人生战上不一样的生命高度 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 不负韧意志